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南瓜糖水 簡單到不得了 就是八家這些南瓜 今天這麼大 買到好像九個九 好划算 披了皮 切好了 然後用電飯煲 放冰糖下去一起煮 南瓜現在先處理南瓜 一刀砍下去 很簡單 通常你沒砍完之後 然後就把這些鈴鐺刮出來 不要的 對 刮了出來 這些是不要的 當然不要 這些鈴鐺難道吃得什麼 很簡單 有些人連這些皮都吃完 其實可以的 洗乾淨 不過我就吃了 好了 斬開了之後 剔皮 剔掉皮 我現在剔一塊給大家看 其實不是很多 你看到南瓜這麼大 其實不是很多 剔了皮之後 洗一下 當然洗一下 看看怎樣 這些要先洗一下 不要攪拌 因為要快熟 每次都拍十幾分鐘 真的沒什麼印了 是不是 好了 現在洗了之後 把它一粒粒 做什麼一粒粒 扔到電飯煲裡 全部都是這樣做 待會做好 跟大家說 南瓜 我就切了一粒粒 放在這裡 要放冰糖 很多都會先煲好 放冰糖 我就覺得我不用了 我已經知道了 先放一點 先洗一下 冰糖 洗乾淨 先放一點 先放一點 放進去 這些是 中國南瓜 有些長身的 叫做中國南瓜 這些做糖水 好吃些 那些煲湯好些 放多少水 這麼多南瓜 放多一點水 不是的 其實 因為煲熟了 不是好 你先放南瓜 這麼大的水 南瓜的水 就是這麼多 剛才的南瓜 就是這麼大 好 嘩 好像太多了 倒一點 半個就好了 對 這裡不要換 半碗就好了 因為都是稀 這樣 現在拿過來電飯煲 跟大家看一下電鍋 這個就是電飯煲 一般電飯煲都是這麼大 什麼牌子 電飯煲有很多種類 如果你買電飯煲 其實看火數 有些700火 700W 有些900火 800幾火 貴的那些 1200幾火 那些就很貴 我這個都挺好的 因為四人飯煲 八人飯煲 四星的 都有700幾火 但內膽是熱一點的 非常之簡單 這樣就煲完了 一煲完 跟大家再說 看看如何 你看它 南瓜糖水 現在就出來了 你看看 好潤的 南瓜很有益 你上網看看 它的好處 就是多到你不相信 現在這樣熱吃 放進杯裡 慢慢放涼 吃 好潤好潤 如果你們放涼 倒進膠瓶裡 回公司上學 拿一瓶來喝 很清涼的 又易做 這個我們經常都煲的 只是一個南瓜 幾塊冰糖 扔進電飯煲裡 就可以了 好簡單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越煮越好 多謝你們 Thank you 為登機 你會請 更快 又是 你會請 現在 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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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